音樂 情侶配我這樣過 嫁了老公之後 譬如說我要來的時候 會有感覺 然後我都會先來一點點的預告 就是快要MC 快要眉的 那種一咪咪的感覺 那像亞蘭這種喔 婚後變成月經前一周突然給妳滴 一滴 然後要來囉 好 一個禮拜後就正常來 正常來 這個臨床像很常見 其實我們就會講說這個有點像 其實不是精神分裂 月經不來 當心變男孩 女生都會比較身材 想說要去改褲子什麼的 就減肥 受到她就是不來 後來真的很誇張 是有一點點猴子的跑出來 天啊 我就難說話了 她到三十幾歲 從來都沒有好朋友過 她就覺得自己很怪喔 一去檢查就發現她的染色體 其實是異常的 就她應該是一個 吃酸的水果 讓妳月經滴滴答答 我都會在MC來的時候 吃櫻桃跟葡萄 人家不是說 浮血嗎 這樣是有用的嗎 那我知道了 因為酸的性質是收色 所以你有可能 本來月經要來 你一吃它收了 就下不來 所以月經時間其實是 不要吃任何酸的 什麼烏梅酸梅 真的喔 好朋友亂糟糟 亮多亮少怎麼辦 今天精彩內容 讓妳以後不用再煩啦 所以到底MC 怎麼樣叫正常啊 就是有時候 雖然身為女人 已經這麼多年了 妳不清楚嗎 搞不好清楚耶 妳怎麼可能不清楚 因為妳說量多少 也不可能拿個量杯去量啊 這樣要披股 對啊 他們也不能說 妳今天抵GC 我抵GC 對啊 奇怪耶 我們剛好都是10CC 恭喜... 那可能要用棒秤去量了 對啊 那雖然說好像28天說是正常 那有時候不小心 又快接近40天 真的嗎 那偶爾又試成了 26天 所以到底幾天內 你們認為幾天叫正常 你看好不好 全部 每個月來就正常 就正常了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很含糊有沒有 對 那到底標準答案應該是什麼 有沒有標準答案啊 應該會有啦 如果這個人還答不出來的話 那就請你往後面離開了 來 陳醫師 雖然我個人是沒有MC啦 但是... 我們懂 我們知道 我們都知道 但是MC在我們婦產科界 本來就有一個range 我先跟大家講 全世界沒有單一標準的月經 真的 從緯度 比較靠北緯 南緯跟次道 其實它的平均週期會 稍微不太一樣 那我們C上還是有一個range 比如說以時間來講的話 21天到35天 來一次月經 在我們的見解都是合理的 那第二個就是來的時間 不要拖太久 大概三天到八天 都算合理 但是我必須要講 你不要到第九天 還有馬上去掛號 也沒意思 如果第九天 第十天 偶爾第一滴 這個也不用特別回來看 那第三個是量 就是剛剛講的 量很難分 總不能拿個量杯 每天量一下 但是量怎麼來界定呢 我們醫學上有啦 叫30CC到80CC合理 從我學生時代 我一念到這裡 我就問老師 30CC到80CC 老師怎麼測得出來 對啊 老師也沒有回答我 那我要教一個 大家簡單的測量方式 其實最簡單的講 用一個衛生棉的概念 對 假設一個衛生棉 中間一點點 一個小 一塊錢銅板的這個量的話 算一分 那大概大一點 差不多到五十塊 甚至衛生棉 四分之一左右 都濕左右 這個叫做五分 一片這樣算五分 如果整塊都濕 這個叫二十分 那你整個月積其一大中 你換幾片 你就乘起來總分 如果超過一百分 其實某個程度就算多 就算多 可是你也會說 那我101分算不算多 算 可是大概不用來找我們醫生 因為通常到一千分以上 大家想看看那個一千分 其實他的一百分 其實某個程度換算 就是超過一百CC 他有人去統計過 那如果到一千分以上的話 表示你每個經期 流的大概八九百CC 這種人通常一定會貧血 大概我就建議要到 那最少要幾分呢 沒有最少 其實在西醫的見解 因為通常很多疾病 比較容易產生多 包含腫瘤類子 跟頸的變化 或者一些荷爾蒙異常 它對身體比較有影響 那至於少的話 通常是心理的影響 還有荷蒙影響比較多 因為你少人 很多人只要年紀超過三十歲 他就怕自己更年期 那如果年紀輕一點 又怕自己青春期沒有發育完 都是這種想法 每一個人的症狀都不一樣 可能量度量少 排法 時間長短 痛不痛等等 我們先分成幾個方向 聊一下這個驚喜好不好 第一個是很多人常覺得 很亂啊 非常亂 那個亂可能就是時間 長度啦 或是分 什麼都亂就對了 這樣安全期也都搞不懂 不曉什麼時候 會有影響 來 請問一下 小可 會亂嗎 很亂 很精彩 我的人生很精彩 但我搞不清楚 到底是青春期跟年期 到現在 來了我還是覺得 是很開心的事情 其實以前呢 我就是不愛惜自己身體 像青春期的時候 我就是很愛吃冰的 因為夏天很熱嘛 而且同學聚在一起 就覺得 不喝冰的 不吃冰的很難受 夏天一定要喝冰沙 所以有的時候來呢 就可能 一個月可能晚十天 然後再來就十五天 然後發現三個月之後 原本是月中應該來的 可是跑到月頭去了 就整個是大亂的 然後後來呢 我就因為 後來上了專科之後 開始跟同學想說 女生都會比較身材 想說要去改褲子什麼的 就減肥 然後不來我剛才就覺得 好開心喔 因為省錢 而且人家就 省麻煩 省麻煩 女生在那邊痛得要死 又痛 然後我已經就是 慢慢都已經忘記 痛的感覺是什麼了 然後就一直不來 就到了半年之後 我發現不太對勁喔 因為皮膚變得很乾 然後呢 慢慢頭髮會開始掉 然後就 後來真的很誇張 是有一點點猴結跑出來 天啊 我就開始說話了 我就發現不太對勁 然後半年之後 就去求診 那西醫看過了 西醫就給我打淬金針 然後到後來我又去求助中醫 所以西醫先是沒效的啊 沒效 完全沒有用 那這個可能是有一些 基本上還是可以當浪馬 沒有很急喔 沒有...但是我要講的是 中醫後來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病人的問題 對 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的體重一直保持在三十八三十九 然後後來因為家裡面的事情 告一個段落 體重慢慢慢慢恢復到了四十二 有一天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我看到他來了 我抱著馬桶在哭耶 你確定是真的來 而不是痔瘡破定喔 我兩年不見耶 兩年多不見這兩年 兩年多 好朋友去服兵役你看看 是啊 那一年時間 對... 然後來的時候慢慢慢慢 皮膚也慢慢恢復了彈性 然後喉姐也慢小 重點是女性的第二特徵 就慢慢出來了 對 那妳是哪部分有問題 我自己的話 我小時候 我MC大概是小六的時候來的 而且我小六的時候 對啊 滿早耶 對 那時候我們早了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 就很在意自己的身材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比較悶妮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減肥 所以我MC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是痛到在地上滾來滾去 而且是在學校 然後人家想說 我是快死了還是怎樣 我是一直滾喔 然後一直大哭 狂哭 吃止痛藥都沒有效 然後去醫院 然後我走路 MC來的時候 我腰是走路像阿嬤一樣 然後都是要彎的 直不起來 對 所以那時候 人家就說 是不是因為我減肥的關係 然後導致我的腰挺不起來 然後MC來的時候 劇烈的疼痛 而且我自從MC來之後 我就長不高了 我156 從小六到現在 還是156 妳小六就156 我小六就156 那是小泉 你算是巨人耶 對啊 然後我國中 變最前面一排 對啊 所以我156 從小六開始 就沒有再長高過了 是喔 可能是我生活作息也不正常 因為我通常譬如說 我可以早上五六點就起來 然後一直熬夜熬夜 熬到半夜三點多 然後甚至到凌晨 就是一整天都沒有睡覺 妳老公都不讓妳睡 妳這樣就還沒有老公啦 年輕的時候 然後譬如說 一整天沒有睡 然後接下來 我就睡三天三夜 然後這中間 我都沒有吃飯 只有起來喝個水 上個廁所 又繼續睡 睡了三天才吃飯 嫁老公之後咧 問題在哪 嫁了老公之後 你知道我現在的MC 特別奇怪 譬如說我要來的時候 然後會有感覺 就是女兒MC來 是不是肚子都會長大 然後會痛痛的對不對 然後我都會先來 一點點的預兆 就是快要MC 快要沒人那種 一咪咪的感覺 然後中間隔三到五天 完全一點消息都沒有 一點消息都沒有 感覺就像懷孕的前叫 就是很像有一點出血 然後中間隔三到五天都沒有 接下來才慢慢的再來 然後來到一個月 沒有 來到一個禮拜啦 對 那文軒的亂是 我從來沒準過好不好 從小到大 而且他們兩個是 因為可能瘦啊的問題 我是體質的問題 對 我從小到大都是 從來沒有一個月 是每個月都正常來的 他都是 所以我的叫季晶 季晶 對 每一次我來的時候 我一定碰到要去醫院打指痛症 到現在也是嗎 現在是因為 因為以前常吃冰的嘛 深冷的 寒的東西常吃 我現在有在保養 就因為經過醫生說我要保養 所以我現在比較痛經症有改善 但是我的月經期還是從來沒準過 我在門診最常被遇到 問到一句話就是說 陳醫師 我月經亂了 我一問根本不亂 可是他下一句就說 我以前都沒有這樣 所以很多女生會跟以前比 對啊 是啊 那你要知道月經 它本來就是很多身體協調之後的 產生的結果 對 那最常見 月經亂了五大因素 剛剛已經講完了 第一個就是壓力 第二個正在減重 我要講正在減重 你如果減到一個穩定程度 像小可是太瘦了 如果減到一個穩定程度 久了他也會習慣 第三個就是熬夜 第四個最近比較多 叫突然運動 突然運動以前 對 就是以前不運動 突然在運動 積極的減肥減重 那種卡路里或代謝的改變也會 那最後一個其實是藥物 但藥物這部分比較常見的是 像一些症靜劑 安眠藥 精神科 尤其是一些精神分裂真的用藥 都會影響到 那簡單來講 所有月經為什麼會亂 因為他影響到中樞神經的影響 剛剛雅蘭講到他睡眠也亂掉 但是因為我們腦本來叫波動 我們的波動有些東西是 一天十二小時為單位這樣波動 有些地方是一個月為單位為波動 像他亂七八糟 所以他變成凌晨整腹 他睡覺一次 要不就睡不著 一睡就睡很久 那月經也是要不就不來 一次來就很久 所以生活的規律性其實是非常重要 我狀況完全相反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壓力大 然後很瘦 可是我月經是一個月來兩三次 然後讓我沒有辦法停 我覺得這個狀況跟文宣是完全相反 然後我還有去檢查子宮頸的部分 都沒有問題耶 不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中醫看月經的週期 是看你身體血熱跟血寒的症狀 意思就是說你身體越虛弱 製造精血的能力越少的時候 你的月經會拖越久 大概兩個月 三個月 或身體不好的時候 可能像小可這樣兩三年才來一次 所以像Amy你的情況就是屬於燥熱 一個月來好幾次 對 你那時候非常的燥熱 所以你的體質應該是偏血熱型的 然後你如果不知道 想說怎麼會這樣 又吃一些麻辣鍋 或是上火的東西的時候 它搞不好會每週來一次 然後每次來的量都非常的鮮紅 一定沒有血塊的 這種就是常常來... 對 所以這種血熱或是血寒 都是可以調理的體質 那像雅蘭這種婚後變成 月經前一週突然給你滴一滴 然後要來囉 好 一個禮拜後就正常來 正常來 這個臨床上很常見 對 其實我們就會講說 這個有點像 其實不是精神分裂 難怪嫁給紅草莓才會 難怪我最近 只是跟她搭檔怎麼也這樣 對 對 可是我也真的是 但是我也真的是這樣耶 是 其實這個所謂精神分裂 大家不要給它想成是精神方面 但它的確跟壓力有關係 就是說我們的荷爾蒙跟我們子宮 它的兩個的行動是不一致的 就像腳踏車 你應該是右腳丸 蹿左腳這樣踩 但是不是 你荷爾蒙已經分泌到了 但是你的子宮還沒有準備好 他就說等我一下啦 我知道要來等一下啦 還沒有後馬 還下不來 所以一個禮拜之後 它已經慢慢內膜又變後 它才有辦法整個剝落下來 就是其實腳踏車有烙戀你知道嗎 是這樣嗎 所以這個壓力有 這是提醒我們說 我們的身體有承受某種壓力 它以這樣的型態來提醒我們說 我們要適時的去放鬆 也許就是跟這個 昌明哥學習怎麼樣能夠鬆緊 隨時調整嘛 明天就去玩 現在還可以好好的主持 這樣你的生活會更好 更有彈性 那女生有時候對自己太嚴苛 什麼時候懶在身上 你的肩膀非常的僵硬 你的循環會很不好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過很多人就會關心 因為通常你亂 大家會關心一個 我身體出了什麼狀況 有什麼不健康的部分 來 陳醫師 如果是經期不規律 跟健康的那個關聯性 第一個剛剛彭醫師有講 其實就俗稱的荷爾蒙思條 最常見其實在兩個年齡層 一個就是在青春期 剛來的時候 所以你看那種小女生 她會小亂 那種亂只要不是來太多 來太密 我通常會先觀察一下 因為這個年齡叫要吃藥 也不適合 一吃藥就長不高了 其實亞蘭有點可惜 一般月經來以後 還可以長兩年 我不知道那兩年 受什麼驚嚇 月經一來就沒有長了 為什麼 她都不好好睡覺吧 你那時候來了 你還是減肥 對 我都在減肥 那所以這個時候 第二個是更年期那附近 其實那本來就會小亂 不過那個時候 我給醫生調整一下 多數都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是在 常見是甲狀腺的部分 因為甲狀腺這個疾病 一直很容易被忽略掉 甲狀腺是影響到全身 包含了新陳代謝 體重 皮膚的狀況都會有 我們常常有一些病人 月經就慢慢地常常不來 其實有一個秘乳基數之外 最常見的是甲狀腺 其實反而控制好甲狀腺 你月經就好了 第三個其實是 大家最擔心的 其實門診最常見來 只要異常出血 第一個就擔心 因為我們所有衛教都很清楚 在非經期的時間 有來月經 對 有出血 就是癌症的一個早期風險 他們就會跑過來看 症狀之一 對 婦科的二性腫瘤 包含子宮頸 子宮 這兩個是最常產生出血的因素 卵超癌其實比較不會 跟出血有相關 所以這兩個其實在超音波 或檢查都還蠻好檢查 所以其實不放心來看一下 但是看完以後 請就放心 好不好 我常常看完以後 他還是不放心 又連換三加二 這樣又造成壓力了 對 其實就給自己找麻煩 所以每一亂出血 總比亂出血好就是 是這個意思 以我們婦產科的見解是如此 因為多數大的嚴重疾病 是以多量出血 跟亂出血為主 對 了解 但是你也不用太高興 太久沒來也不是好事 對 好像是 他好把你放鬆了 你又打架 真的 一個一席 大概兩到三個月 最多一定要回診 那第四個其實是 偶爾會遇到的 就是陰道一些殘存的物質 像什麼 有一個病氣放太久 他放到都忘記了 那甚至於有些 現在有些住性的東西 其實老公用了 老婆不知道 掉在裡面 我們曾經遇過 他就異常出血 拖了一兩禮拜 怎麼樣看都看不好 因為很多只是吃個藥 或者他去找中醫 中醫沒有辦法有這個證據 當然調藥調不好 就我們內診 就看到一個 某一種道具放在裡面 他就也不知道 這會不知道 會 那其實還有兩個東西 本來要注意 因為我剛剛講 有一個是衛生棉條 有的女生用衛生棉 他有習慣他會忘記 還有一個其實是那個 紗布 但是紗布要急 因為有些基層院所 他在幫你治療完 有時候會塞個紗布 會提醒你要拿 有的病人很可愛 他忘記了 他就忘了拿 就一陣子才想起來 所以這種都要注意 醫主有時候要注意自行 不過回到這個經期 可能不規律的問題 中醫來看 最嚴重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經期 不規律 最小心的時候 要小心 或甚至不孕 或是亂經之後 導致的一些身體的 一些身體會骨質疏鬆 或是其他的問題這樣子 月經不來 應該去看原因 而不是一直打催精針 因為你這樣子 一直用這種急救的方式 讓月經來的話 你就是會提早停經 或是你荷蒙更容易大亂 應該是從根本的體質 來調理比較好 那素卿有沒有這種 當然我們知道 很多人比較大調神經 但是很多人也很不在乎 譬如說你經期不規律 他就無所謂了 沒關係要來你就來嘛 反正就來結緣嘛 那這個角度 那到最後有沒有 因為這樣子造成問題的案例 其實真的還不少 你不要以為大調人很少 我記得之前聽過一個 最離譜的其實是 他那個還不是結緣 他是一直沒來 是一個女生 他一直沒來結緣 然後他到三十幾歲 從來都沒有好朋友過 他還沒有覺得自己很怪喔 結果是後來交了男朋友之後啊 男朋友才覺得 你這樣怪怪對不對 一去檢查 就發現他的染色體 其實是異常的 就他應該是個男生 我補充一下這種 這種藍色體 因為藍色體異常還有很多 其實這個定義上 就是俗稱的 但是這種藍色體異常很特別 他身材很曼妙 該發育的地方 而且他很有 而且人的身材 白 就是很典型很漂亮的女生 真的喔 但是比較麻煩 是像Amy那種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一個案例 也是像他那樣 就是他偶爾有沒有 在月經兩個 月經跟月經中間 會出現那種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 那他因為就覺得 好像就是亂經嘛 他就是亂 他就覺得這樣就是亂 不管他 然後沒想到 好像偶爾還是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還是不管 不過最後是因為身體 非常的不舒服啊 又有其他症狀 去看醫生的時候 才發現他已經是癌症 而且是很厚實 所以就是 像你那種的情況 現在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每年抹片 什麼還是該做的啦 可是我 其實我檢查子宮頸 是因為我有曾經 因為拜訪客戶 坐在同事的車上 人家是白沙發 結果我只是20分鐘的車程 沒有換而已 整個大血崩 把他的白沙發 變成紅沙發 那對方還有 看風水的那個習慣說 我把他的繩都趕走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害怕 為什麼我那陣子 會這個樣子 可是醫生是覺得 我壓力太大 所以Amy的問題 除了說他在亂 就時間次數 量也是一個問題 量 我們接下來聊 這個量的問題 量多量少的問題 Amy是一個突然爆量 對 嚇死了 完全無法阻擋他這樣子 就突然來沒有徵兆 沒有徵兆 好 那你們 有這個量多量少的問題嗎 蕭哥 我的量其實都算正常 但是我有遇過一次 就是我自己 很有實驗家的精神 以前不是說不能吃冰 這個要實驗什麼 以前女生 他們不是說女生不要吃冰 吃冰是在慢性自殺 那我就覺得你們男生 憑什麼可以吃冰 為什麼阻止女生吃冰 老娘就偏偏在那個月之後 拼命吃冰 漂亮 好煩苦喔你 你說 那個叫實驗家精神 那個月好朋友來了 哇塞 結果咧 應該很精采吧 都會有這種 要 的感覺 非常清楚的就是血塊 痛 很痛很痛 再來之前很痛 你就會覺得好像是 肚子好像吃錯東西了 然後一直要跑肚子 但是沒有東西出來 然後一出來個血塊 你就覺得好舒服 然後過了一下 又要來個血塊 就覺得很難受 然後後來那個月 我就乖乖的 再用實驗家的精神 妳就不吃冰了 完全不吃冰 而且每餐之前 我必喝熱湯 然後即使是夏天出去 我都是帶著熱的保溫瓶 然後喝熱水 然後那個月 然後那個月 那個月就乖乖的 吃紅藻跟枸杞 就是毒氣 我想說這下可好了 真的很好 順順順順 那文軒呢 我都沒有血塊的問題 因為我都是幾滴而已 對 完全沒有血塊的問題 妳又寄精 量的少到只有幾滴 對 就幾滴而已 妳會不會有受傷 而且都是一兩天就沒了 天啊 那就只有一天兩天 所以我衛生棉都不需 都用很久 因為每次只要用個四五片 就可以了 好省喔 不是 那一般人可能 她一次月經來 可能是一個禮拜上下啦 五天一個禮拜 那妳幾天結束 沒有 我就一天兩天就沒啦 這麼短啊 而且就很少量都很少 就幾滴而已 就很少啊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血塊的問題 幸好妳有生個小孩 不然我們真的開始要亂了 真的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我就是被詩一片 小時候去看詩詩說 吳小姐妳這樣可能以後 受孕會有困難 我就很高興 就沒想到懷孕身上 對 那妳會羨慕他們嗎 羨慕他們那種每個月 然後量比較多或什麼 妳會羨慕嗎 我以前不會羨慕 但現在我會羨慕 因為我醫生說可能會有 例說可能更年期會遲早的問題 是這樣 所以我很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個人 我剛剛看他的表情 覺得他很羨慕妳這個狀態 是嗎 是不是 我是第一天第二天 就是量會很多很多 然後突然第三天就會縮起來 就感覺沒了喔 然後莫名其妙 第四天第五天 又開始滴滴答答 但是很少 感覺好像要結束 就一點點一點點 就是妳用護墊就好了 然後我就會擔心說 因為跟年輕的時候差很多 因為年輕的時候是 平均每天量都很多 然後現在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哪一天突然就不來了 就提早跟年期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三四十歲 就提早跟年期 妳這個狀況是生完以後 還是從以前就 生完以後 才這樣 對 以前念書的時候都很平均啊 每天都差不多 為什麼有一些案例 都是生完以後 或是嫁給老公之後 才會有些差別 所以都是老公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還好還好 都很正常 為什麼壓力 妳少撇清 她們有在看嗎 最近有聽過什麼案例 也是相關的 那是不是也嫁了老公 還是生完小孩 其實最近那個月經量異常 我聽到的案例比較多 是那種突然爆大量 像之前就是一個女生 她其實年紀也沒有很大 大概是三四十歲 那她平常其實量就算滿多的 就是說常常可能一個禮拜 至少一個禮拜 然後拖滿長 然後量也很多 可能都要用到 產婦型的那種才可以 所以一開始她都懷疑 是不是有肌瘤還是什麼 可是後來她有一陣子 有一次她就去日本玩 去日本玩的時候 那一次就是 剛好可能是旅遊壓力大或幹嘛 結果在她本來不是 月經來的時候 就來月經 而且她量大到你知道 量大到像雪崩一樣 她還昏倒 在日本還緊急上中醫 後來就回國以後 她想說不行這樣不行 趕快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一看內診就說 她可能要拿一些 內膜組織去化驗 結果後來檢查出來就發現 她是子宮內膜癌 那另外一個更詭異 另外一個她是 其實也是三四十歲的時候 她本來月經也都還好 然後後來有一次 就開始發現很怪 那次月經 來不停 然後想說怎麼會 那個就是像血崩似的來 後來檢查就發現 她是 免疫系統出問題也會這樣 對 她免疫系統有問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是血來不停 可是那到底這個 驚奇所謂的量 不太正常的原因 除了剛剛肅清可能講到 有一些癌症的問題 還有什麼樣的原因呢 我要先說月經 對女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所有研究告訴我們 女生之所以 比男生長瘦跟比較 所謂健康狀況比較好 要歸因於月經跟生孩子 因為有月經 它週極性地提醒你 你沒事有狀況 你會提早找我們看一看 那生孩子其實 讓子宮卵巢有休息 那另外讓你很多東西 會做一些挑戰 其實這是讓你延長的因素 那到底月經多跟少 或許簡單的常見的因素 其實我們比較在意 西醫比較在意月經多 大家可以看到月經多 常見的因素 包含了子宮肌瘤 腺瘤 還有息肉 甚至比較不好的惡性腫瘤 這個節目已經講很多次 我就不特別說 可是這幾個腫瘤 其實不用太擔心 其實我們醫生 反而喜歡看出這幾個病 因為這幾個病 肌瘤就跟講肌瘤怎麼處理 腺瘤怎麼處理 其實有一個最困擾的 就是剛剛你們講過 就看了半天 沒看到什麼毛病 叫做荷爾蒙異常 荷爾蒙異常最主要 影響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子宮的內膜 你的內膜不正常的不穩定 就跟你每天脾氣一樣 內膜也有脾氣 時間該到他應該要出來 他不出來 然後他一直留著 堆久了 他就容易滴滴答答 那內膜的增生 其實現在最困擾 以前內膜的增生用藥物 第一首選是用荷爾蒙調精 很多可以改善 但是有些人就不行 你知道全世界到這樣 後來被迫必須做子宮切除很多 那是貧血是不是 月經量也會比較少呢 貧血這種體質 他的血比較虛 其實他血流很稀 凝血功能有時候有影響 我們常常遇到貧血先找原因 如果他不是我們副產科衍生的原因 其實貧血的人 常常月經量會拖很久 而且會拖很長 我們常遇到是這樣 好 那彭醫師 以中醫的角度 這個月經如果他不規律 量又可能暴躲暴躁之類的 怎麼辦 中醫來講正常的 就是說沒有疾病引起的 月經量太多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你的氣虛 氣不涉血 所以你平常會有什麼症狀呢 你就會講話有氣無力 然後你的筋量就淡淡稀稀的 像水水像加水一樣 不是很鮮紅 然後臉色非常的暗淡 氣虛 然後整個皮膚就皺皺的 沒有光澤 這種情況下 當然是吃一些補氣的東西 所以其實像帝皇啊 乾薑或者是常常 有時候人生是比較高貴 也是屬於這種範圍的人在使用 那大部分是量少的會來看中醫 那中醫的少就是說 你不要少於一天兩天 這樣一兩滴 這樣覺得說你的身體 還可以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因為如果身體調得夠好的時候 他理論上應該會製造足夠的筋量 然後讓每個月排出那個淤血 然後身體的循環會比較好 這是中醫的理論 所以文宣就適合這一掛了對不對 適合這一掛 然後聽起來 然後看一下這個面相 覺得好像氣血比較不足 因為我之前也去看過中醫 中醫也是這樣子 也是偏氣血不足 我也是貧血嘛 然後血氣不足 然後尤其是我從小就是體寒 就是身體很不好 所以這種很明顯的筋量過小 是屬於氣血不足 另外一種是淤血的 可能雅蘭有一點點 就是有很多血塊的 那如果氣血不足的這種情況就是 除了剛才講的這種 比較氣虛講話無力 還有很明顯怕冷的這種寒症 對 超怕冷 對 對 對 這種就是比較明顯 就是會很寒冷這樣 那多吃剛才的乾姜跟丁黃 一定也可以 可是要再補上這個黃旗當歸 補氣補血部分要再加強 那如果是像這種淤血的 第一個就是不要再吃冰了 冰會讓血凝固 讓你會更排不出來 容易筋痛 那吃一些活血化瘀的食物 就是像木耳這一類的東西 那藥材的話 就是像牡丹皮啦 義母草這一類的中藥材 也可以搭配食用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像我也曾經 因為量可能比較少一點的問題 跟過去比嘛 我去看過中醫 可是中醫的效果總是比較慢 那一般來講 像這樣子做一個調理 大概要多久 才可能會看到一個改變呢 不然就是每一個月都會待 怎麼會不會越來越走 感覺好像更年期 所以中醫的調理 現在也是講求科學化 所以我建議 大概一般調理的療程 大家可以抓三個月 假設三個月後 沒有明顯的改善 自己生活作息 以及其他部分的配合 一定是要去整個配合上去 因為中藥有時候 像文軒這種病人 有時候臨床上碰到 就說我怎麼吃藥期間 每個月都來 一停藥就又恢復 那我何必吃了 反正不吃又恢復原狀 那這就是告訴你說 也許本來氣血兩虛 那中藥有很多 補養氣血的藥材 那吃一吃 當然身體氣血比較好 他就每個月來報到 不吃又恢復原狀 再中醫來講 這樣真的是沒有調到 所以我們是希望 調得好之後 你精神好 開始去運動 然後正常的作息 多吃一點 剛剛我們聊到說 他們叫月經 季經 這個長短 還有另外一個長短 就是你在來的天數 譬如有的人可能下兩天 有的人三天 有的人五天 八天之類都有 小肯妳大概會幾天 就大概五到七天 七天就是慢慢的 已經快沒有了 但是我們家裡面 有遺傳性的經量很少 因為像我 這個還有遺傳嗎 我不知道會不會遺傳 就是我媽媽那邊的姐妹 然後經量是比較少 可能第一天來 第二天多 第三天就走了 就三天兩夜的旅程 就沒了 然後她的女兒就更早 親旅行對不對 對 她的女兒更早 小肯妳在驚訝什麼 我都不驚訝妳在驚訝什麼 妳不覺得太想有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沒了 然後妳措手不及 然後她女兒也是這樣子 就是大概也是兩天 然後到三天 有時候三天也是來一點點而已 那像我 我是非美國的 妳非美國 大概就十二天左右 太久了吧 因為就是前面會先來幾滴 幾滴完之後兩三天沒有 然後後面大概七天左右 所以我加起來大概是十二天 十天上下 對 大概十五天 妳是美西線的 對啊 我走美西路線的 文軒是QK化的 所以我 我是當地旅遊 我是當地旅遊 當地旅遊 那這樣聽起來 每個人的範圍差很大耶 為什麼會這樣子 有得這麼長 有得好像又過短 驚奇它是可以有範圍的 你要容許它有變化 只要不要拖太久 雅蘭十二天太久了 這個常常出過旅遊不太好 可是我中間兩三天沒有耶 三天沒有 我為什麼要講太久呢 因為太久如果不太多 又久又多 很快會到我們人來看 那很多脫久的人 通常是不太多 可是你要了解 精血本來就是一個 培養細菌很好的一個 一個 溫床 溫床 所以你常常出血 比較久的人 其實比較容易陰道的感染 像這種 其實我們還是會先排除掉 子宮頸有沒有狀況 子宮裡面有沒有 息漏類的東西 還有一個是收縮好不好 這樣收縮不好 大概我們如果長期性 都是這樣 我們會請中醫來做一些調整 來做 會比較好一點 譬如說我MC的量 有明顯的減少 然後但是拖很久 這樣是不是代表我更年期 差不多快來了 大家都很關心這東西 只要四十歲以上的女生 有任何生理上的狀況 尤其跟進階的狀況 第一個就懷疑 是不是更年期 但是我要先釐清個觀念 第一個更年期 本來就是女生必經的一個階段 它是有一個實現 就五十歲左右 荷爾蒙沒了 所以你就達到一個更年期的境界 你以後都屬於更年期 所以不要太在意 總有一天會到 那至於說 是不是月經變化了 變少了就是更年期 我要先跟會講 快停經的變化 百分之五十是慢慢變少 時間慢慢拉長 就是本來三十天 慢慢變四十天五十天 然後沙尤娜再見 有差不多兩成左右是 一聲不響 就直接say bye bye的 也有 但是其他三層 其他三層 其他三層就亂七八糟的 一回蜜 一回多 一回等等之類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變化型非常多 但這樣子 能不能成立到一個角度 怎麼確定自己 是不是真的更年期來了 最簡單 醫療上就是一年以上沒來 排除掉懷孕的話 那就很可能是更年期 一年 一年以上 完全沒來 一滴都沒有 對 那種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剛好月經慢了 三個月到六個月 但是你有更年期症狀 包含 熱潮紅 心跳快 晚上睡不好 看老公 看電視 怎麼樣都不順眼 我怎麼覺得我有 可是只有看我不順眼 怎麼看都不順眼 這個可能就是 這也是 但是通常我們會建議 做一些調整 其實有很多調整的方式 不論是在飲食 運動 生活模式上 都可以有方法 可以讓你 讓更年期症不舒服 但是可以讓你這個不舒服 不太可能 身分證年齡沒有辦法改 雖然現在有個名詞叫逆齡 以前我們叫動齡 現在還希望逆齡 但是不太可能 它可以減緩這個過程的不舒服 所以萬一 更年期提早來了 中醫有沒有辦法 西醫已經束手無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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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要束手無策 西匠拔才要拿東西出來的 他要拿東西出來 他要拿劍 剛剛拿槍 你不要加西匠拔 那我們試試看 中醫有沒有辦法 陳醫師我們兩個要聯手 我們要中西的觀點告訴大家 田徑是遲早會來的 但是我們女生可以讓她更年級 不要影響到我們的外貌 身材 皮膚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主要是不要影響到 身體這些部分 即使月經沒有每個月報到 但是你身體的正常的功能 還是在運作就可以 那保持的方法其實就是老生常談 說真的 你只能夠早一點睡 規律的睡眠 然後多吃一些可能有磁激素 前驅物的像 秋葵 山藥 紅豆類的製品 讓身體保持營養均衡 那他來不來 只要不要讓身體因為不來 突然蒼老 突然就是睡不著 脾氣變暴躁 這樣其實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這樣就好了 對 之類的 我們就是接受他 因為這是每個人都要的過程 但是很多人不要去這麼在意這個期間 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影響 他就會可以比較順利的度過這個期間 真的 陳醫師 剛剛這個彭醫師在講這一期的時候 你有沒有搶搶大腿 我覺得他所說的言論好像滿附和你的 沒有 其實我要再補充一下 其實西醫還是有些研究 看能不能延緩卵巢的老化 因為其實說更年期就在於卵巢的老化了 到一個境界 他退休了 那最標準的答案其實是有的 就是改善卵巢這周遭的血液循環 那怎麼讓他血液循環好呢 局部的熱膚可以改善 那現在也有一些類似遠紅壞線造這個地方 這中國大陸好流行 台灣比較不流行 因為我們總是覺得 你能造到多少呢 其實讓他血液循環改善是會有幫忙 那如果用拍打的呢 這樣有消嗎 小腹也許會消一點 但是應該打不到那麼深 那陳醫師之前 剛才你有講到那個就是 因為像現在大家都比較晚婚 那一定有比較晚生 可是如果說 對於現在我們還是在排健康的卵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它 直接發動錢 直接關心到卵子的部分 因為我就想要去存冷凍卵子 真的假的 存卵子的用意其實是為了生育 如果你沒有要再生 不要以為你存卵子以後 可以變成卵子化妝品以後 其實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從卵子來保存你的青春 但是存卵子是為了下一代 那我要先說幾個重點 我還是建議有花勘詞的秩序者 可以找到人當下新鮮的最好 不好意思 那我先走了 你今天也要離場好幾次了 你還是新鮮人 你不要擔心 可是如果真的不行 而且有幾個時間點 其實大概38歲以前是最重要 我們所有人不孕症的實驗 告訴我們38歲卵子會比較明顯的下降 42歲就幾乎很難有好的卵子 那所以如果你找不到 還沒有理想的對象 你真的之後會保存的話 而且現在技術進步很多 你保存卵子到之後忍動 再活化使用 大概有9成5左右的一個成功率 這麼高 既然很多人怕跟你前提找到 很多人怕怎麼會 我的驚奇是這樣 來 不順會不會吃些什麼 小可 我現在就是乖乖的 就是喝那個中藥材 就枸杞泡紅棗 然後有的時候可能會煮那個乾薑 然後把它切死之後去煮 煮完之後加一點點的黑糖 就平常就這樣喝 感覺好像在喝感冒的 沒有 就是都是熱的 都是熱的啊 對 就是熱的 因為我本身身體也是比較虛寒 是比較怕冷的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都比較少喝冰冷的 然後還有喝那個玫瑰似物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 煮中藥不是那麼方便 你就去買那種現泡的 市面上面有很多 例如說是像是中醬糖 四物飲這種東西 很多人真的不會喝 就是覺得 趕快喝 來了就趕快喝 痛就趕快喝 那到底是什麼時候喝 應該會比較好 中醬糖四物飲 來 公司 然後它的目的是 比較促進子宮搜索 所以在月經期間 理論上可以喝 如果你有血快的人 他是可以喝的 那四物的話是補氣血為主 那如果是量大的人 在月經期間喝 怕會變血崩或怎麼樣 所以就是月經停止乾淨了再喝 再喝 差別也是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以亞蘭這種 中間停了然後又來 那他應該要喝中醬 昏著喝 其實他應該平常 就可以喝中醬糖保養 對 讓他就是收縮的時候 比較乾脆一點 要來就來 不要再收一半又停住 等一等後又再開始 所以我跟保養子宮 可以的 這樣聽起來我燥熱就不能喝對不對 這兩種好像都不是 燥熱的體質其實就是要排血的 所以你要吃一些話瘀的 它是 就是 桃人紅花比較多的這種四物湯 蝦味的四物湯 這可以吃 還有聽說 因為本來還有誤解 就是有人說現在水果都是吹 就把它還沒熟摘下來 然後讓它吹熟的 對 然後就有朋友跟我說 不要在驚奇的時候吃水果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燥熱 這樣不吃水果 不是火雞太大之類嗎 沒有 我沒聽過這樣的邏輯耶 驚奇不能吃水果 有耶 有聽 有朋友跟我們說 我不要吃 終於的理論是說 像只要水果生吃 其實都是算冷的 除非它是很熱性的水果 像榴槤這種 就算熱性 或勵之熔煙這種 才算熱性的 所以西瓜要先煮過嗎 西瓜在驚奇就像餅一樣 是不能吃的 就不要吃 寒涼的不要碰 寒涼的不要碰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都會在MC來的時候 吃櫻桃跟葡萄 人家不是說 補血嗎 這樣是有用的嗎 那我知道了 因為酸的性質是收色 所以你有可能 本來月經要來 你一吃它收了 就下不來 所以月經期間 其實是不要吃任何酸的 什麼五莓酸莓 然後沒有熟的青蘋果 這類酸的東西 可以試試看 不酸的可以吃 對不要吃酸的 譬如說梨子 可以 梨子是冷的 木瓜 蘋果 對這類的 其實水果類大部分 都是含的 所以例如說瓜類的 任何瓜類的 我都不能吃 西瓜 哈密瓜 什麼瓜類的 我都不能吃 所以含的東西 我幾乎都不能吃 不要講什麼冰啊 連水果類 我都幾乎不太吃 因為除非是那種 剛剛講的很熱的 譬如說榴槤那種 因為我超寒體的 那會去買一些什麼 保健食品嗎 我常常 每天吃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有吃是有保佑 有吃有效的 對 因為我之前 妳吃了什麼東西 痛經症 我之前痛經症很嚴重 然後後來人家 醫生就建議說 我可以補充一點 越界草油 對 然後後來我吃了 越界草油之後 我真的痛經症有改善 然後再來講說 我剛剛的那個 怕更年期提早來 所以我一直在吃 就是 都是妳桌上擺的那些 這些已經是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我每天吃了 那就飽了 但是至少我覺得 至少我覺得 痛經症有改善 是喔 所以他吃這麼多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 對於痛經有改善 我相信是 越界草油 對 越界草油或者現在很多 都是含雞油 就是亞麻油酸這一類 其實他是不飽和脂肪酸 其實你在感染油 或者深海魚油 還有其實老實講 我們的止痛藥 也是同一個功能 但是這樣我們吃止痛藥 你們打死都不肯吃啦 那所以吃這個 比較輕鬆一點點 那不飽和脂肪酸 對身體有很多好處 除了經痛以外 其他心血管保護 也有一些幫忙 當然我必須要先講一個 就是現在有 越來越多新的研究報告 告訴我們 好像維生素的幫忙 是有限的 甚至一些研究報告反過來 我還是鼓勵大家 從食物裡面 尤其看得到原因 原型的食物裡面吃 會比較方便 可是如果你這個保養品 營養品 你吃了有幫忙 不會鼓勵我的病人吃下去 因為其實有幫到忙 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種什麼琉璃巨油 那又是什麼 琉璃巨油裡面也是亞麻油酸 其實跟月見草油 是類似的成分 但是號稱更新的 它濃度更高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陳醫師 因為之前我MC不順的時候 有的人是跟我說 可以吃避孕藥來調筋 是真的可以嗎 其實剛剛講的所有的 而且說量會變比較多 對 應該是少 應該是正常化 如果很少的人會多一點點 我覺得大部分都變少 比如說七天的人 它會降到差不多三四天 三到五天左右 其實我們剛剛所有的異常 月經異常 排除掉一些腫瘤等 最佳調節的藥物就是避孕藥 應該是荷爾蒙用藥 只是荷爾蒙用藥 我們會用避孕藥的成分來調節 我覺得大家不要對避孕藥太害怕 其實真的就像我講的 有幫上你 它就是一個好東西 但是就會變 但是要照醫師指示 就會水腫吧 避孕藥我提一下 就是真的要照規則吃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我吃了比較好 我就不吃 其實小金藥他要有時效性 固定時間吃 停了就會來 但不能隨便停 所以最後陳醫師 教一下大家 那個觀念其實很重要 月經藥正常要順暢 應該怎麼辦 所有健康的維護 其實是一致的 真的就是好好吃 好好睡 然後好好交朋友 把情感發洩出來 因為壓力是 要嫁對老公 嫁對老公 是... 下次我們做一集 老公們壓力很大 有什麼會失常 那應該抱不到藝人喔 對... 我第一個就找阿Ben 而且後天應該都沒有人喔 那黃醫師 是不是最後也要提醒一下 是 其實像類似像文泉這種 體質非常虛寒 如果可以吃羊肉的話 中醫裡面溫補效果 最好的就是羊肉跟乾漿 所以其實8月7號 是歷秋開始了 所以可以從這個時候 每天喝一碗生薑羊肉湯 這樣喝一整個秋季 你體質到冬季就不會怕冷 然後盡量也會比較好 需要帶羊肉皮嗎還是... 喝湯就會有效果 然後怕那個腥味 就薑多加一點 每個人都適用嗎 就是體質非常虛寒 或是偏寒 量少的 那平常就是月經期間 記得不要吃冰冷的 跟山秀的東西 讓月經可以比較順利的排除 其實大概有七八成的女性 應該都是屬於比較偏良 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法是 適合比較大多數的女性 可以來使用的 但話說回來 你有沒有發現 兩位專家還有這個肅清 建議大家的 都是從日常生活 最一般規律的來著手 那才是最實際 對 大家一定要聽進去喔 而且要做 大家不要再自音啦 就是要我們死死孫啦 我們終於的結論是 嫁個好老公喔 對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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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